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比例呢 根据季节 像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呢 三七的比例 冬天呢 四六的比例 三七四六是肥肉 肥四是瘦六 肥三瘦七 把这个肉呢 先切成片 切成丝 再切成粒 如果不好切的话呢 也可以把它冻成小块 然后在切瘦的同时 切点肥的 不管咱们做馅啊 做饺子馅 做这个丸子 各种丸子 这个肥肉比例搭配不好啊 这馅出来以后就不滋润 对啊 您的手法是这个细切粗度 对 细切粗度 细切粗度 这可是将狮子头做的软烂的最重要的一点 将肉细切成小粒后 只要粗粗的剁两下就可以了 狮子头吃起来非常酥烂 入口即化 这边水开了 把这个油菜焯一下 焯一下 焯一下 我们放点油 好 绿绿 这肉馅呢 切好了 切好了 细切粗度 这时候把馅呢 剁到滚管里头 这里边还要配什么呢 配马蹄 马蹄呢 把它拍碎 加入马蹄可以使蟹黄狮子头的口感更加的丰富 但是马蹄不宜加的太多 否则狮子头容易散裂 这淮阳菜啊 它讲究个季节性 就是马蹄最好用鲜的 它出来以后清香 很脆嫩 感觉冬天可以割点冬笋 夏天呢 可以割点像咱们有的老人做豆腐 割点什么做完的 割点豆腐啊 割点这个面筋啊 都可以 郑师傅将马蹄切成碎 可是这时候他并没有直接把马蹄加入到肉碎中 这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这时候呢 里边还要放点葱姜 好 放点葱姜 葱姜呢 拍一下 对 去肉水 这个主要是去要 叫葱姜酒水 这边有黄酒 这边有葱姜 有黄酒 有水 先加调料 这时候放盐 让肉这个上上劲 上上劲 微精 这个呢 加点淀粉 黏合计 这边把水呢 葱姜酒水拿手掐一掐 让它味儿渗透出来 有人还习惯加点胡椒 对对对 姜粉这都可以 这胡椒呢 也可以放在汤里边 也可以放在肉里边 一点点 如何将蟹黄狮子头做得软烂而行不散 最重要的就是这手法上的运用了 看看郑师傅如何一搅一摔 先要把它抓匀 一般咱们说得朝一个方向 一边搅一边摔 这都是防止它这个肉散 对对对 现在成为一种坨状 有劲了 有劲了 粘性起来吧 对 如果感觉呢 还不长劲 那说为什么呢 盐不够 对好了 行 肉碎搅拌到这样的程度时 我们刚才切好的马蹄就要登场了 为什么要这个时候才放马蹄呢 把这个拍好的马蹄 这个不能早放 早放就搅拌不上劲 对了 这是一个小小盆 这个再给它吞匀了 这个螃蟹咱们 螃蟹快装好了 对了 这时候我们关火 把螃蟹放凝 然后给它拆 把肉拆除 所以我们选择的都是这个母蟹 就是圆鳍蟹 对了 螃蟹蒸熟了 如何取出完整的蟹腿呢 郑师傅还有窍门 这个腿啊 是很重要 你看这腿 很有窍门的 哦 先把这腿搅齐了 对了 有个圆的擀面杖啊 对 或者拿一个东西 好 你看 一刀就出来了 好了 他们那吃手 手抓翅膀的时候也是这样 手得有劲儿 对 拿手一挤 对对 就出来了 这蟹黄好了 做的馅儿了好了 团的时候很多 有时候为什么团出来不光滑呀 是 沾点水键盆 这么摔也行 这么摔也行 摔滋润了 摔滋润了 表面光滑 行了以后 把这蟹黄 这蟹黄不是搁到图面上 要搁进去 要搁拂面一下 一飞 就飞了 就跑了 对 边团边摔打 这座狮子头的手法 您一定要记住 那么郑师傅 平时我们做丸子 还有哪些手法呢 这丸子呢 有好几种 由于这是大丸子 这是手团 咱们有时候咱是说 干扎丸子烧啊 一挤 还有一种是眉毛丸子 就得拿菜刀来挂 对 这是那是蒸的 对了 所以这丸子的手法挺多的 对了 这个水分 在穿的时候 有讲究吗 一般就是冒坎 就行了 别开大 肉啊 用小火慢慢炖烂 对 这就慢慢小火炖着 不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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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丸子 随着它这个成熟啊 它慢慢把那蟹黄就顶上来 对 是 待会儿的炖出来的味道呢 那汤啊 是黄焰的 小火 大约得要一小时 一小时 这个让它充分的熟透 熟透 嫩 这个我石头呢 出来以后应该是酥烂汤鲜味吧 这石头到现在呢已经就好了 好了 但是您看没有 上面好多浮油 对对对 咱们得把这个浮油啊 对 还有这个白沫 就是在炖的时候 随炖随清 对对 就是把这菜心 也顺利 其实黄阳菜它 你看人家清淡的原味 其实它淡而不俗 对 吃这个 吃而不腻 对对 这碗子也好了 咱可以出锅了 好了好了 出锅 出锅慢点 轻轻的 有时候那蟹黄都顶出来了 对对对 有时候要没有蟹黄 得点压带黄 压带黄 也好吃 另外呢 就是说在咱们菜品当中啊 这个绿色 黄色 红色 它是最让人家 这种 就是大开食欲的 看着特别舒服 对 天天这道菜呢 就介绍完了 对 而且特别正宗 其实做起来的 这个步骤 您记住以后 没问题 操作也非常简单 有郑师傅的窍门 您也可以做出 软烂而行不散的 蟹黄狮子头 首先将肉细切粗度 调味后 搅拌摔打 让肉上劲 加入马蹄 团成丸子 加入蟹黄和蟹肉 小火炖一个小时 就可以了 今年的八月十五 就感到国庆家节当中 祝大家 国庆节 中秋节 节日快乐 明天 老朋友 老时间 老地方 不见不散 再见 再见 天天饮食在国庆节期间 推出十一特别节目 八位中国烹饪大师 献上八大菜系的 经典菜肴 在明天的节目中 来自安徽的桃林喜大师 将带来经典灰菜 葡萄鱼 如何将鱼肉 做成一串肉质饱满的葡萄 带有单单葡萄香的汁 又该如何调制 明天的天天饮食 错过一眼 遗憾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